伴随欢呼与喷射巨响 太空船缓缓升空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旗下太空公司蓝元 19号将六名乘客送上太空边缘 上午的9点36分左右 从美国德州西部的发射场发射升空 这是自2022年 奇亚轨道新谢波德号 火箭停飞以来 首次恢复核心太空旅游业务 太空舱在距离地球约 105.7公里的高空 飞行约10分钟后 返回地球 而其中一位乘客德怀特 现年90岁有8个月 是进入太空最年长者 向空中挥舞拳头 一式庆祝 其实德怀特是第一位 飞翼太空人候选人 曾被美国前总统甘乃迪 轻点接受太空人的培训 但从未上过太空 如今正是圆梦 而来源至今已经为37名乘客 提供了太空旅游的服务 对手马斯克不能输 三月在德州基地发射无人太空飞行器 不但没有在半空中爆炸解体 还顺利进入太空绕地球滑行 在宇宙漫游将近一个小时 而维珍集团也要抢太空财 想要上太空 一张门票近一千四百五十一万台币 全程以九十分钟来看 等于每分钟要价十六点一万元 依旧吸引超过八百人排队抢上 富豪运用超能力 让世界没有极限 下期喜欢张庭强方语强 众文报导